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我們才剛把牛奶雷神開箱完畢 沒想到日本也放出了咖啡封神的消息囉 而且除了咖啡封神 居然還出了合體版本 所以我們今天的消息可以說是大商荷包 好那我們趕快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首先是我們的BOT09咖啡封神 這一台果然被我們預料到是攻擊型的瓶蓋人 而且他的介紹有寫到 超安定金屬部件搭載 而且還搭配金屬瓶蓋 威力發射炸裂 沒想到這麼快就有第一個含金屬瓶蓋人出現了 我們繼續往下看他的零件組成 本體是黑色的人形瓶蓋人 裝甲是透明黑 應該也會跟雷神一樣會摻一點亮粉進去 然後再搭配上金屬瓶蓋 我們看一下這個金屬瓶蓋的圖片 可以看到這個上面有一圈銀色的部分 我想這個就是金屬的部分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一片薄薄的鐵 不曉得會增加幾克 等到東西到的時候 我會再來蹭給大家看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各部位的功能 首先是夾彈器的部分 也跟雷神一樣有小滾輪 板機的部分加得非常的長 應該是為了之後合體而預留長度 然後最關心的金屬部件 則是在後腿部的地方 為了要讓整體的重心更安定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應該還是合體後的功能 這次官方也有把消息放出來喔 那麼在解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下一個新的商品 Beauty 10龍神特條龍 沒錯沒想到單出了雷神還有風神之後 還給你出了一個閃亮貼紙特別版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特別版的圖 貼紙的部分變得很閃亮 整體看起來似乎就是那個貼紙特別版 所以這一款收不收就看大家啦 如果單體都沒有收 那還蠻適合當作禮物來送的 那麼這個圖最大的主題 就是可以一次兩發同時發射啦 我們繼續往下看合體後的功能 這邊可以看到兩體重疊之後 雷神的板機是掛在了彈夾的後面 難怪這個彈夾後面會有固定的裝置 所以發射板機 完全就是靠風神的家常板機 風神也一樣可以裝上八連射的彈夾 然後又因為四組都放在地面上 所以發射穩定度大增 加長的強力板機 再加上牢固穩定 又配上八連射的優勢 還有搭載滾輪的連射核心 看來這台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啊 不過實際強度還是得等東西拿到手之後 我們再來做測試囉 好的 那麼最後呢 我們就來看最關心的價錢 還有發售的時間 首先BOT09 咖啡風神 日本官方預計在2021年的1月23號發售 日幣為1650元 BOT10龍神特條龍也在同一天發售 日幣呢是3080元 BOT11重量蘋蓋也是同一天發售 日幣為440元 不過要注意喔 數量減少成一包只有三個 所以要大量購買的話呢 我想銀彈也是要花不少啦 那麼這一次的資料啊 真的非常的精彩喔 看完真的非常期待發售日的到來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蘋蓋人搶先爆 喜歡的話記得請幫我訂閱 按讚還有分享 還有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 掰掰